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无论如何是能行的 那么上帝的话语是最爱我们的 而上帝的话语全是命令 我们一起找一下哥林教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无论是吃还是喝 无论是做什么 我们都要荣耀归给上帝的 那么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罪恶呀 那么再觉得各位 我们最容易犯的是什么错呀 就比如说为什么身患重病了 为什么儿女不听话 不尽孝心 为什么我经常被骗 我为什么很多事情就差那么一步 就又倒闭了 就我为什么总是这样的痛苦挣扎呢 能拯救我 能让我活的 唯一是靠耶稣基督啊 只要顺服耶稣基督 只要阿门就能让我活 而我们偏偏不喜欢阿门 甚至不愿意阿门呀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这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是上帝的话语 是能力 是要进入到我心灵的 这阿门 是我内心顺从和遵守的 并不是用头脑的理论来阿门呀 在族的各位 很多人把圣经的话语 当成理论知识 当成一种学说和学识 总是用头脑背诵 总是用头脑来明白 不是的 这圣经的话语 是要进入到我的心灵 是我的内心得到上帝的话语 是我的心灵要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一言四章啊 大家知道彼得 耶稣让他走进海里的时候 彼得是走过去了 但是他突然因为又疑惑 就又掉进海里的时候 他就呼喊主啊 当他呼喊主啊的那一瞬间 耶稣基督就一把把他抓起来 拯救了他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好 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胸口 等着我们 给我们机会悔改呀 而大家和我 我们为什么不认识上帝的爱 不承认上帝的爱呢 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台里 每一个月份 每一个月份 记录的那些圣经经文 都是需要我们领受的 每一个经文 每一个话语 都是我们需要遵守的 而我们经常寻求的是 哎呦 主啊 能不能给我带点钱财呀 主啊 能不能给我赐予 能不能赐福我财富啊 我们追求的是自己的贪婪和私欲 我们追求的是 随着这世俗的标准 随着世俗的价值观来追求的呀 并没有寻求主耶稣基督 保起了生命啊 而尽管这样 上帝今天还给我们机会 还在召唤我们呀 格林旧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阿们 上帝的话语是很明确的 是命令我们 是让我们 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无论是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荣耀上帝 我们喝水的时候 有荣耀上帝吗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有荣耀上帝吗 我们应该怎么吃 才能荣耀上帝 那很多人说了 哎呀那我嚼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就 不能漏牙齿 不能出声音啊 这上帝的话 也并不是让我们 讲究这种外表的教养礼节 是我的内心 有没有承认 哎呀 无论是吃还是喝 这全是上帝给的恩赐 这全是上帝给的美好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荣耀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爱 和上帝的厚爱 和上帝赐给我的这 怜悯和丰盛的慈爱呀 大家知道 我平牧师曾经小时候 也特别地讲究 所谓的教养礼节 我的妹妹 看见我都吃惊了 哎呀 哥哥呀 您的变化好大呀 就这次在美国 就是看见我的妹妹 哎呀 我的哥哥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哎呀 我哥哥怎么 看 因为她现在看我给师母 是毕恭毕敬的 她就觉得不可思议 我曾经可不是那个样子啊 她看着我的转变 太大太大了 我们在生活中 无论是吃还是喝 我呼吸的这一瞬间 都要荣耀上帝 因为这呼吸 也是上帝给我的 这是上帝命令我们 荣耀上帝 为的是要赐福于我 为的是让我们得到 这最宝贵的生命的爱呀 很多人说 哎呀牧师 我现在可苦了 我现在可糟糕了 我现在处心可难了 我哪能想得起 要荣耀上帝啊 首先我要活命啊 牧师啊 不是说牧师祷告的话 就能行吗 在座的各位 不是我平常牧师祷告能行 任何人祷告 只要蒙上帝的喜悦 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 上帝都能垂听的 问题是我内心没有 耶稣基督 我内心没有真实的信仰 很多人说 哎呀领受圣餐的时候 就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啊 这真的好神奇啊 这灵力的世界 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在做工啊 上帝的话语 是让我们荣耀归给上帝 无论是在灵里 还是在这世上 我们一起来告白 上帝命令我们 上帝的话语是命令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上帝 那我们怎么做 才是荣耀归给上帝呢 大家都曾经追求过 所谓的儒教思想 孔孟子思想吧 那么很多人呢 始终是追求这世俗的宗教和礼节呀 而我们的天父上帝说了 在耶稣基督里 不分男女老上 不分有没有学问 不分有没有学识 不分出身 不分贫穷和富贵的 是同等的 是合而为的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八级 这世上 真的有这么好的福音吗 多么多么的好啊 在这世上 我们人都是分三六九等 是自己给自己分三六九等 而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创造我们的创造主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啊 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人编造的 都是谎言中的谎言呀 罗马说三章四级 我朋友牧师曾经为了研究 所有的宗教 什么都去研究过 以为那里也有活路呢 后来才发现 只有耶稣基督这里有活路啊 我们天生成了贪子 而上帝的话语 能使贪子站起来 甚至上帝通过 不足的仆人 我平昌牧师 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也使很多的贪子站起来 也使贪子站起来 也使一些很多的疾病 得到了医治 也赶出了恶魔恶鬼啊 这就是上帝的能力 是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的做工 并不是我平昌牧师做了什么呀 这就是荣耀归给上帝呀 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的时候 这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所以其他的宗教是没有荣耀的 这天地万物 这上帝创造的一切 就是上帝的荣耀 而我们却不认识上帝的荣耀 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就敬拜偶像 敬拜的全是被造物 是自己的贪婪和私欲啊 我们找一下约安福音 十四章十三节 那很多人说 哎呀那我是不是要成功 成了名人才能荣耀归给上帝呢 不是的 上帝说了 信靠耶稣基督 成了上帝的儿女 就能将荣耀归给上帝了 任何人都能将荣耀归给上帝 无论是谁 信耶稣基督成了上帝的儿女的 这就是荣耀归给上帝 灵魂得救赎 就是荣耀归给上帝 约安福音十四章 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案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阿们 在座的各位 上帝很明确地命令我们 让我们荣耀归给上帝 大家知道 其他的宗教 那就不叫宗教 而且也没有荣耀 只有耶稣基督这里是荣耀的 我们在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 我周边的人 我的邻居 我的亲朋好友 我的家人 我所有的事情 都能得到解决 都能得到解决 而且都是顺顺利利的 这时候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只要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 我们的天父上帝 做我们的父亲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所求的上帝 必给我们成全和成就 这就是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今天就是为了领出这庞子的祝福 为的是做爱国者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来信耶稣基督 这世上其他的宗教和上帝的话 是没办法可相比较的 上帝让我们荣耀归给上帝 这可是上帝的命令 上帝命令我们荣耀归给上帝 这荣耀是什么呢 要做上帝的儿女 做上帝的子女 因为成了上帝的儿女 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 上帝全给我们成全 祷告蒙垂听 这就是荣耀归给上帝 使我们得祝福 使我们得福乐 这就是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大声地唤安门 那么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唯独靠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找一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约翰菲十五章 耶稣基督说 耶稣是真葡萄树 我们都要做 耶稣基督的之子 我们要属于耶稣基督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 结果实 不属于耶稣基督的 是结不出果实的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我们有没有找回家谱呢 因基督 因信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属于上帝的家谱 属于耶稣基督的家谱 在座的各位 很多信徒始终不阿门的 往往不阿门的人 就很多事情 越是不顺利 越是不开心的人 就是不阿门 因为内心被魔鬼挟制了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内心被恶魔鬼挟制 所以不肯领受上帝的话语 不明白上帝的话语 甚至很多牧师长老 也是被魔鬼挟制的 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子 我们内心要有耶稣基督 这时候祷告蒙垂听 这时候荣耀贵给上帝的 能让我们脱离魔鬼的挟制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 都是要为了祷告主 祷告蒙垂听 没有人是来消磨时间 没有人是以宗教的仪式来的 信耶稣基督 这可不是宗教仪式 我们是要把这好的祝福 留给子子孙孙 我们要做国家的爱国者 上帝命令我们荣耀归给上帝 这就是让我们得福的意思 是让我们子子孙孙得福乐的意思 这就是意味着让我们做爱国者 而大家为什么还不信耶稣基督 甚至还要去信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宗教没有神迹歧视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 是奉主的恩惠 是蒙主的恩赐 有很多神迹歧视发生了 有癌症患者得以医治的 沿冰岛的黄花鱼 在济州岛所捕捞的 这一切的奇迹神迹歧视 这都是蒙上帝的恩惠所行的呀 那么此时此刻面对上帝的话语 大家听了就不阿门吗 不阿门就是不顺从啊 我们在 大家知道上帝的所有的允许 在基督里全是是的 是顺从的 是阿门的呀 那么我看见我的身边的人 还没有属于耶稣基督的话 大家要存怜悯的心 为这个灵魂切切的祷告 直到这个灵魂得救赎 直到这个灵魂得到耶稣基督 保死的生命为止 这才是真心的爱人如己呀 我们要切切地祷告 上帝的诫命 上帝的命令是爱人如己 使身边的灵魂得救赎 这才是做上帝的儿女呀 并不是说牧师就能拯救灵魂 很多牧师还是不认识基督的奥秘 很多牧师还是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和圣经的话也没有任何关系呀 以福所说二章十一节 而很多教会始终不认识 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很多的教会始终不悔改 不认罪 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那就不叫教会 没有得到耶稣基督保死生命的 那就不叫教会呀 罗马书二章八节 不跟随真理的才会分党结派呢 如果跟随真理 是在基督里是合而为的 不会分党结派 不会属于教派 我们祷告要蒙锤听啊 那么其他的宗教 是没有这种保障的 那么在这世界上 我们只有听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是贪子 站起来了 而且耶稣基督呢 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之后 并没有夸耀自己 并没有夸口 永远是劝勉说 不要把这个事情传出去 而其他的宗教呢 人编造的宗教呢 有一点小神迹奇事 就要破口 就要去 就要去夸口 甚至要 就是 夸张地去夸一百倍 夸张地去夸 而耶稣基督是谦卑的 完全是荣耀了天父上帝的名声 从来没有荣耀自己啊 所以 这是有很大的区分的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 这一切的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不是夸口人 不是夸口自己啊 在座的各位 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分 大家要精心醒悟啊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都是要顺从 是阿门的 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全是顺从 是顺服了 是阿门了呀 罗马书二章六节 按照我们的言行举止 如实地受返还的 大家知道就有一件事情 是登了美国的报纸了 就是当时有个残疾的摊子 来到来参加复兴会 当时我朋友们是什么都没有做 就看着他 结果他站起来了 当然了 我给他讲了一句话 你分明做了一件 得罪上帝的事情 你到底犯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就悔改了 他说 因为他的外甥 总爱去教会 我说不让他去 甚至我用 甚至我用我的腿 踢了他 打了他 从此 他的腿就不能用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恨恶上帝的 上帝会让他立刻死去的 生命纪七章十节 为什么很多人 突然有交通事故 突然遇到一些 事故呢 上帝是公义的 因为有了上帝的公义 所以上帝是慈爱 是怜悯啊 西凡亚说三章五节 每个凌晨有上帝的审判 上帝每个凌晨在教导我们 而我们却很轻盛 藐视上帝的话语 非要到了特别凄惨的地步 才肯 悔改 才肯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嘛 十篇四十六篇五节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上帝的话语是这样庞大的 是能力呀 是可行的 而当今 是因为 我们没有传好 是因为很多牧师 成了假的信仰 没有真实的信仰 把上帝的话语 把这能力的话语 把这圣灵的工作 转达成 所谓的人的理论知识 所谓的人以为的那些学说了 就是传错了呀 所以很多教会都没有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讲道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所有的人 不分 学识 高深 也不分什么 各种各样的背景 男女老少 不分的 不分出身 不分背景 天生我是无知的 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任何人都能信耶稣基督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罪人中的罪魁也能信耶稣基督啊 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公义 和怜悯和识慈爱 要让我们认识到 这世上是有上帝的荣耀充满着 这是上帝最爱我们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的罪恶能得到赦免 这是多么好的荣耀 这是多么好的恩惠和爱呀 马太福一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阿们 那么亚伯拉罕和大卫 正是找回了家谱 大家知道亚伯拉罕也是因信了基督 才找回了家谱 大卫也是因信了基督 才找回了家谱 大卫也犯了很多的失误 很多的错 犯了淫乱罪了吧 而且还杀害了 那个就是他的忠诚了 而这样的罪人 这样的措施 这样的罪过 因信了耶稣基督 得以赦免了 也因信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 而且大卫真的是 切切地认罪悔改了 他发现了他的罪 他认识到他的罪了之后 他就真诚地认罪悔改 祷告之后 就再也没犯那个罪 真的是离弃了罪恶呀 是信靠耶稣基督 找回了家谱啊 那么我们找一下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耶稣基督 唯独通过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唯独通过耶稣基督 亚伯拉和和大卫 也是通过耶稣基督 找回了家谱 我们读一下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一二 所以你们一信基督 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 阿们 那么我们是罪人 所以我们需要救赎主 基督啊 那么基督就是上帝 在创始以前 早已预定的奥秘 那么其他的宗教 都在讲究神 神 唯一的神 他们觉得是唯一的神 而这唯一的神 唯独靠耶稣基督 才能遇得见的 这唯一的神 唯独通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遇得见呀 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 一定要切切地祷告 是真诚地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祷告啊 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每天来到主面前 听主的声音 听主的教导 而排斥我们得福 妨碍我们得福的 就是恶魔恶鬼 是从祖祖上上 妨碍的这恶魔恶鬼呀 我们的祖祖先先 不信耶稣基督 也是因为有恶魔恶鬼在妨碍 就吃饭的时间 为什么不吃饭呀 吃饭的时间 错过饭点了 就吃不上饭了 久而久之就生病了 身体虚弱了 我们灵理上 如果不领受 耶稣基督的教导 不信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久而久之 就是成了魔鬼的奴仆了 被魔鬼挟制 被罪恶挟制 在座的各位 大家的疾病 为什么得不到医治 大家祷告 为什么得不到垂听 大家为什么 总有担心和忧愁呢 在这时间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做上帝的儿女 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大声地 呼求救主的名 我们切记地祷告吧 我们祷告吧 切记地认罪 悔改祷告啊 靠着耶稣基督 保喜的生命 靠着主耶稣基督 保喜的功劳 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祷告啊 所以我的师母呢 也跟大家做过见证了 就某个信徒 他的儿子 他其实呢 真的 在这世上看来 好像真的是 特别不起眼 但是讲到的时候 他就呼喊了阿门 就呼喊了阿门 上帝的话语面前 就阿门了 顺从了 顺服了上帝的话语 结果这个儿子 真的是取上了 很好的很好的媳妇 是上帝给的恩赐 是上帝给的怜悯 我们不愿意阿门 全是被魔鬼挟制 赶出恶魔恶鬼吧 这个恶魔恶鬼 全是因为罪恶的原因 今天悔改罪恶吧 只要悔改这些罪恶 魔鬼就赶出去了 就能做上帝的儿女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认罪悔改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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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上帝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荣耀 使我们以上帝的荣耀 而为喜乐 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保险的功劳 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祷告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继继继继继继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